万安八号演习开始了 台北车站大厅里购票后车送行的人们 在军警的指挥下迅速的疏散到两边 没有赶到车站的人都疏散到地下道里去等候 短短的几分钟内没有丝毫慌张的情况下 民众都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月台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冷清 近站的列车开进了四号月台 下车的民众也在军警联合指挥下 进入最近的避难场所 宪兵已经就位 就这样鹤枪实弹注视着每一个情况的发生 平时最为热闹的中华路家家铁门紧闭 西门闹区武昌街一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静 警察和异警发挥了指挥的最大功效 警方说这次演习民众都极为合作 差不多五六分钟通通感的很配合 那么过去要几分钟才能够 去年差不多十二分十几十分左右这样子 今天演习很合作 到西门闹区来逛街购物看电影的人们 没想到会碰上演习 疏散到地下停车场的人 很有耐心的在看报纸聊聊天 他们说空袭警报本身就是一项最好的机会教育 无论对成人对孩子都是一样 身为一个好市民就是听到防空演习 我们大能跟这个自然单位配合 就是我们该到哪边的我们就该到哪边 不该在路上走 你碰到空袭警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 要疏散 跑到地下室 由于军警和民众的配合物件 这项在23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 举行的演习相当的成功 不过少数民众如果能够不要逗留在棋楼 疏散的时候能够再加快一些脚步 会有更好的效果